这一盘人谁看了不瘦瘦发抖一下 我就不倒 毕竟终点有红包等着我 打红包等的是我 你就别操心了 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就是我的 又来这一招 那我想先一步 一流眼的功夫就遥遥领先 表妹盘人的速度挺利索的 我得赶紧跟上 我的血量怎么一直变化 难道仙人长有毒 我就没有 安安稳稳的白血 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菠萝炸弹导致的 呦呼 突然之间就暴毕 这随机血量也太变态了 对对对 就是要变态 表姐越难受我心情越好 攀爬的一轻松 像跳泥球一样说滑 轻轻松松就渡过仙人长迷宫 哼 我也想要用菠萝炸弹架表妹 不过 菠萝炸弹有特殊用处 我先忍忍 只能先期待不要个位数血量 当我碰到仙人长 也不会瞬间逼命啦 妈呀 各位数到达 真惊险 哎呦 这表姐狗屎人真好 没说实力强劲 实力强劲 那我得加弹右下 再给菠萝炸弹 我玩过分了啊 人怎么多 那这次血量变化不是更频繁了吗 那就是对了 表姐你好好享受 我继续稳稳前进 我的叛炎技术真牛啊 途中虽然有那么一丢丢危险 但还是安全落地 表姐又领先离关啦 我忍我忍 还不是我让你 我也有菠萝炸弹的 我才不信你这么仁慈 你的肯定是假菠萝蛋 你说是就是咯 等等就知道我的厉害 吓唬谁呢 看你亮亮强强 要死不活的贱男过来 我一点都不慌 等等你别来求我 求你个大傻瓜 继续给我吃菠萝炸弹 来吧来吧 反正我已经适应了随机血量 哪怕一秒变化血量 我也不怕的 太嚣张了 早知道就不等你了 我还想着让表姐你说的 没这么难看 接下来我全力以赴 表姐等等你连我的后尾灯都看不见 臭屁也问不大 现在的我像神仙一样 腾云驾悟 可以哦 这技术有我一般啊 我也是腾云驾悟 哪怕先是一滴血也不怕 走错路也不慌 反正我安全地狠 嚣张嚣张 要加药了 波罗蛋继续站起来 来来来 让波罗蛋来的更猛烈些吧 他喵的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懒得理你 第一个到达重点才是赢家 哎 前面怎么有野人啊 呼呼呼 小表妹 知道我为啥不用波罗蛋针你吗 我早早就看了介绍 波罗蛋后续有用 原来是用来对付野人的 臭表姐 你这个自私鬼怎么不告诉我 嘿嘿 下午的时候我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落魄 懒得理你 炸掉胆怒的野人 就可以出发了 嗯 表姐红包留我一半行吗 可以留 前提 你能过来拿才行啊 嘿嘿 哦耶 取下四个大红包 又收获了一波风险的牙瑟一切 美滋滋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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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了